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4月23。很高兴与大家相约在空中课堂,共同学习师父的白话佛法。 在此分享的所有内容,均摘自于师父的问答节目开示,1到11册的白话佛法,以及师父最近的白话佛法视频开示,以及白话佛法广播讲座视频开示中的相关内容,还有师父在观音堂开示的白话佛法,以及一些白话佛法广播讲座中的内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祈愿诸佛菩萨和师父的智慧之光,照亮你我他,让心灵之花开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也希望大家尽可能地多做笔迹,让菩萨师父的文字般若,进入到您的八十天中,并且在生活中能够灵活运用,转时惩治,解脱烦恼。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上传一下今日的学习流程,以及供修概要。 首先,让我们感恩礼敬诸佛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慈父,卢君洪台长。 接下来,让我们为师父祝念大悲咒一遍。 祈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恩师,卢君洪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弟子施心明,县位,A师,卢君洪台长,念诵大悲咒一遍。 弟子自己的业障,自己悲,不让师父悲。 感恩观世音菩萨。 接下来,进行第三部分,读诵白话佛法。 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们共修白话佛法。 破迷开悟,能够理解佛法的真实含义。 感恩观世音菩萨。 以下为百话佛法第一册第二篇,第一第二自然段的诵读内容。 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如履薄冰。 话不能乱讲,事不能乱做。 要懂得用自己的智慧,来衡量自己所做的行为。 不是你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现在是末法时期,很多人披着佛法的外衣出来做事,很多人以为自己学得很不错。 在社会上,学佛已经有很多年了,而效果如何呢? 所以,真正的菩萨化身,或者使者,都是用佛法来救人,以慈悲为怀,而且身上一定有护法身。 其实,有些经文非常好,但是随着天时的变化,学习经文的方法也在变化。 这绝对是真的事情。 只要是正的东西,就会受到推广和接受。 只要是正的东西,菩萨都会保佑。 记住,修行一定要懂得正见,正信,正思维,正念,正定,从中一定能得般若智慧。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第四部分的学习,串联分享佛言佛语,以及摘露师父的相关开示。 第一,提解,诸恶莫做,众善奉行。 从第一个呢,合格的佛弟子的标准是什么? 本段呢,是摘自于师父的2018年1月28日的问答节目。 听众问,请问师父,一个合格的佛弟子的标准是什么? 派长开示说,一个合格的佛弟子的标准,众善奉行,诸恶莫做。 守五戒,尊实善,你就是一个合格的佛弟子。 三归一,归一佛,法,僧,心中要归一。 看见菩萨,你就归一佛。 看见佛法,师父讲的法,你们归一法。 归一僧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现在身没有出家,心出家就好了。 学法师,守戒。 第二,许愿护持正法,需要注意什么? 本段呢,摘自于2019年2月17日问答节目。 听众说,同修想许愿护持正法, 如果许这个愿力,需要注意些什么? 什么情况下才能许? 他已经许愿一事修成和清修了。 台长开始说,至少十善业,他要去遵循。 一个人,只要能够遵守十善业, 实际上,他就是能够学习到正法。 众善奉行,这个人就是正的,诸恶莫作,就是一个正法。 第三,在家修行有哪些戒律? 本段摘自于2014年11月28日,师父的问答节目。 听众说,当我们发愿让菩萨护法管住我们时, 应该注意哪方面的戒律啊? 作为在家居士的我们, 是不是真的要像和尚和尼姑一样守戒? 那心灵法门在家的和尚尼姑的戒律是什么呀? 台长开始说,很简单了, 在家基本上就是要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第一,不邪淫,不偷盗,不妄语,不杀生,不喝酒。 五戒,你至少要做到吧? 你五戒都做不到,怎么办? 你至少在家里五戒要做。 不能吹牛,吹牛害自己,吹牛就是犯罪的前妻。 一个人犯罪之前,就是先吹牛开始的。 不偷盗,你在家里,在社会上会偷盗吗? 你会偷自己家里的东西吗? 不杀生,不邪淫,不能在家里跟人家乱搞男女关系。 还有不妄语,再加上不喝酒。 女孩子能喝酒吗? 男孩子能喝酒吗? 喝酒乱性。 你看李白喝了一辈子酒了,最后结局也不好啊。 这么伟大的诗人整天喝酒,喝到后来,你们看看晚年结局好不好。 第四,怎样储备资粮及功德? 本段摘自于师父的2014年9月5日的说话节目中,听众说,我们在修心修行的过程中,怎样才能不会让自己的功德有漏? 怎样才能功德圆满,才能储备足够足够的资粮及功德,跟着师父回到天上的佳呢? 台长开始说,很简单,资粮就是靠平时戒,贪,称吃,要多做功德。 众善奉行,诸恶莫做,要有智慧,修智慧,然后自己要懂得怎么样来度人,这些都是大功德。 发书让人家看,去解释都是大功德,等到这些做完之后,你就不一样了。 听众说,明白,弟子一定会谨记师父的话。 第五,如何避免增加业障? 本段摘自于师父2015年1月30日的问答节目。 听众说,很多同修也都知道,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会增加业障,但是还是请求师父总结一下,还有做哪些事会增加身上的业障? 台长开始说,众善奉行,所有你认为善的事情都要去做。 诸恶莫做,所有恶的东西都不要去做。 你最好就学一学十善道,十个善业,师父过去在书上都给你们讲过,十善业,十恶业,十个恶业都不能做。 实际上反过来就是十善业,不偷盗,不去伤害人家,不喝酒,不妄语,不要去欺负别人。 总之呢,这些东西你心中应该有个平衡的。 第六,如何理解和气生财? 本段摘自于2017年5月26日的问答节目。 听众说,师父,和气生财,这个财是命里有的还是额外有的财? 排长开始说,和气生财,就是你命里有的,和你自己制造的都可以。 因为你和气,人家就会支持你,帮助你。 但实际上和气是生小财,没有说和气生大财。 你命中没有大财,你再怎么和气也不行啊。 上辈子修,不实,这辈子众善奉行,诸恶莫做,求什么,灵什么。 第七,二地菩萨是以十善业自立立他,众善奉行,诸恶莫做。 本段摘自于师父的白话佛法,第二册第三十六篇,用纯善的心和菩萨心融合一起。 二地菩萨是以十善业自立立他,众善奉行,诸恶莫做。 而诸恶莫做,已经不是守菩萨戒了。 诸恶莫做,是人,本来就应该具有的基本条件。 难道做人就可以作恶吗? 绝对不能做。 二地菩萨是戒行成就,就是戒了,戒到最后成功了。 你要想成为二地菩萨,还要有一个清静的心,就是你的心,你的良心和本性,都是清静的。 分享二,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如履薄冰。 话不能乱讲,事不能乱做,要懂得用自己的智慧,来衡量自己所做的行为。 不是你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第一,学佛要多参悟,要如履薄冰。 本段摘自于师父2012年9月16日的问答节目。 听众说,还有台长说,我们学佛要少说少听,多想,这个想是不是指参悟呢? 台长开始说,对了,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想是用佛法的理念来想,而不是用人间的理念来想。 听众说,那这个想的时候会经常需要重温一下所做过的事情,再看看自己有没有做错。 台长开始说,对啊,就是这样,走一步看三步,一慢,二看,三通过。 一模一样,人间学佛更难,更要如履薄冰。 台长经常告诉大家,如履薄冰。 听众说,很有体会,经常一不小心就做错事情。 台长开始说,对了,稍不当心,履呢,就是鞋子。 像穿着那双鞋子走在冰上面一样,一不小心就掉到那个薄的冰下面去了。 听众说,对,谢谢台长。 第二,修心要如履薄冰,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本段摘自于师父,问答节目,2019年4月5日。 听众说,师父可以开示几句吗? 修心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台长开始说,修心就是要如履薄冰,不要做错事情,不要干坏事,实实在在做人,谦谦虚虚做事。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人要学会低调,不容易得到人家的嫉妒,太高调了,人家就嫉妒你了。 听众说,明白了,感恩师父。 分享三,真正的菩萨化身或使者,都是用佛法来救人,以慈悲为怀,而且身上一定有护法神。 第一,菩萨化身来人间度人的问题。 本段呢,是摘自于师父问答节目,2016年1月29日。 听众问,师父,如果菩萨的化身下来度人,比如斗战圣佛的毫毛变得化身,他将来功德圆满,回去以后会是怎么样呢? 太长开始说,他的毫毛变出去之后,很快就收回来的,不会等很长的时间。 听众说,哦,他功德圆满之后,也是回到孙悟空身上的毫毛,还是另一个人? 太长开始说,对,就是他,还是他自己。 只不过他的毫毛变出去,比方说,让人家贡败了,或者怎么样,那贡败是贡败,他的元神还是回来了。 听众说,明白了。 太长开始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手上都有师父的照片,照片是不是我真人拍的? 听众说,是的。 太长开始说,我给你们拍完之后,我当然还是我自己,我这个人的神魂还是回来的,只不过你拿的是我的照片,照片就是人家说的,法身一样。 听众说,哦,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第二,学佛人身边都有护法神,护法神如何提醒犯错的修行人? 本段,这次于师父的问答节目,2019年7月28日。 听众说,师父,是不是只要学佛念经的人,身边就有护法神? 太长开始说,是的。 听众说,那是不是学佛人的愿力不同,他身边的护法神也不同呢? 太长开始说,是的。 听众说,那护法神一直都在,还是分时间的? 太长开始说,头上三尺有神灵。 听众说,那做错事情的时候,护法神一般都是怎么提醒和惩罚这个修行人呢? 太长开始说,我问你,你做错事情,心中有内疚感吗? 听众说,有。 太长开始,你伤别人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很不应该的话,你会内疚吗? 听众说,会的。 太长开始说,这个是谁教你内疚的,知道吗? 听众说,就是护法菩萨。 第三,根据自身修为不同,护法神也不一样。 本段摘自于2015年12月20日的问答节目。 听众说,师父,是不是自己的护法神,有的是六道之内的,有的是超脱六道的? 太长开始说,护法神当然了,护法神范围就比较大了,如果你说超脱六道的,这种神很厉害了,他就是属于菩萨的。 这种护法是属于菩萨护法,不是说像很多地府的神啊,那种护法。 护法有大有小,有高有低的。 所以说,不要以为神保护你都是很厉害的,明白了吗? 听众说,明白了。 比如说,有的人身上有护法神,是不是根据他自己的修为不同,保护他的菩萨也不一样。 台长开始说,那当然了,我问你啊,台长身上的护法神,跟你们身上护法神一样吗? 听众说,肯定不一样。 台长开始说,这还不懂啊,很多问题,你想一想就知道了,观世音菩萨身上的护法神,能跟台长身上的护法神一样啊,对不对? 听众说,嗯,师父,如果我们想要有更高级的菩萨保佑我们,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努力,然后会有菩萨指派一个护法神保护我们呢? 台长开始说,不可能的,要根据你自己修到一定的地位的。 比方说,你现在是一个首长的话,你当然就有护法了,高级的人就保护你了,而且你接触的都是高级的。 你是个县长,那至少县里面高级的人都跟你好,那你说你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哪来的护法啊? 分享四,修行一定要懂得正见、正信、正思维、正念、正定,从中一定能得般若智慧。 那首先跟大家谈正见,这个呢,也请大家参考一下,咱们2020年5月13日的讲义中讲的八正道,跟大家一起复习一下,八正道包括 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经尽、正念、正定。 那么,第一呢,何谓正见? 2017年6月22日宗述节目中,台长开示,学佛人要正知正见,正见是什么? 什么事情把人家往正的地方去想,正的地方去看,把人家往好的地方去想,就叫正见。 第二,正见和邪见的区别 本段摘自于2017年8月11日问答节目 听众说,师父,在《白话佛法》第八册里面有一篇,您提到邪见和正见 您说,所谓的邪见,实际上就是世间法 你只要在人间追求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邪见 我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永久的境界提高 我要到观世音菩萨身边,那才是正见 可是,平常求身体,求工作,也算是正求 这个是不同境界的心理体现吗? 这之间怎么平衡啊? 很多同修比较迷惑 台长开始说 境界,这本身就是境界问题 修心修到无我了 你很多事情就放下了 什么叫正见?正见就是为人家 什么叫邪见?为自己 为自己叫不叫自私啊? 自私的人是不是邪的? 就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 一个人为别人想,这个人就是正 一个人为自己活着,为自己想 这个人就叫自私 自私的人不会正的,没有正信正念 第三,什么事情都把人家往正的地方 往好的地方去想,这叫正见 本段摘自于师父白话佛法 第八册第四十篇 去除邪见,破除虚妄 台长开始 学佛的正见很重要 正见是什么? 就是什么事情都把人家往正的地方 往好的地方去想 这叫正见 学正见就是出事 因为你把人间看淡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人间 不是我们长久之地 因为这个人间所有的一切 都是留不长,带不走的东西 是一个幻梦,是一个幻觉 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 我们要出事 修到自己的境界 能够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 人间这么多的烦恼 这么多肮脏的事情 所以,只要离开肮脏邪的东西 那么就是正见了 以后修到脱离六道轮回 第四,唯有性空才算正见 只有性空了 你的本性全部空了 才是正见 本段文字呢 都是摘自于师父白话佛法 第二册第七篇 正见的性空 人生各异 就是人的生命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生活的环境 每个人的背景 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叫人生各异 转来转去都在十二因缘之中 而十二因缘均不属于正见 犹如闻到香味之后 产生一种快感 过一会儿没有了 那就不是正的 正的东西是永远存在的 唯有性空才算正见 只有性空了 你的本性全部空了 才是正见 也就等于 十正空 没有时间概念的空 是正空 世界上任何的东西 没有时空的时候 你才不会带有偏见 有了正见 才能看开世界上的一切 才能对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产生正确的观点 有了正见 看开世界上的一切 并得到性空 而且能用这种性空 在人间 契合真理 才会悟正见 在人间 因为 人的本性是空的 所以契合真理 什么叫契合真理 例如 人类共同 爱好和平 因为 人的本性 是契合 这个世界的真理 也就是 人人 有一颗真挚的心 不喜欢做坏事 做任何事情 都要符合真理 这就叫正见 第二 关于般若智慧 第一 不管什么境界 只要到了般若 就是智慧充满 本段摘自于 2014年11月30日的 问答节目 听众说 师父 我看以前的笔记 发现有这么一条 想问问师父 是什么意思 以前您说过 智慧 般若 有好几种 一种是 实相般若 就是看到一切 都可以 很好的去解决 第二种 是境界般若 就是不管境界 怎么转 一直保持本性 心 如如不动 还有一个是 文字 般若 用文字 写出一些文章 来让别人 得到一些智慧 还有一个是 方便般若 能方便别人 也就是方便自己 还有一个是 眷属 般若 会处理家人的 关系和矛盾 那这几个 般若之间 哪一个是 最基本的 是不是境界般若 有了他 才有其他的呢 台长开始说 首先 不管什么境界 只要你到了般若 就是智慧充满 叫智慧充裕 般若智慧 那就到菩萨的境界了 明白吗 所以实际上 这句话 整体来讲 就是把菩萨的智慧 用在人的生活 学习 工作 人间的一切上面 你就会得到充满的 圆满的 般若智慧 实际上 不管境界也好 亲属境界也好 实际上 它都是一种境界 并不是指某一个境界 而是指 你境界到了某一个点上 你完全开悟了 所以 你处理所有的事情 你都会用智慧 是这个概念 听众说 那也就是说 它总体的境界 到了这个层面 然后处理事情的时候 有的人表现在 眷属方面 他会处理的特别好 有的人就是 文字上写的特别好 有的人呢 就是说 解决实际问题 他可能不会写 是这个意思吗 台长开始说 是呀 实际上的境界是什么呢 境界就比方说 像一个大学里的 毕业证书一样的 你是大学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 实际上 这个学位叫境界 你到了博士学位呢 你说你大学里的那些功课 做得出来吗 小学功课 中学功课 你都做得出来的 听众说 听懂了 师父 第二 如果你超越了人间的智慧 就是对宇宙的总体理解 这就叫般若智慧 本段摘自于师父白话佛法 第四册第二篇 用般若智慧在人间寻根 师父开示 今天给大家讲般若 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 般若般若米多 即到达了彼岸 在佛法上的一个解释 般若是有知 但般若在人间的解释叫无知 无知是什么 不知道 实际上无知就是无所不知 正因为你把什么东西都看穿了 所以你才知道这个世界全是空的 你什么都明白 当你得到无所不知的时候 你就是般若 佛法上讲 般若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是一种人为的思想境界 当这个人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 他的境界很低 当这个人什么都明白的时候 他的境界很高 如果对人间的事情无所不知 那是什么呢 那是智慧 如果你超越了人间的智慧 就是对宇宙的总体理解 这就叫般若智慧 比如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宇宙当中 我们对整个宇宙大自然什么都懂 很聪明 那就叫理解 实际上你只不过是理解了宇宙人生的一些东西而已 如果你能够利用你的智慧来断烦恼 破无名 实际上这就叫般若 什么叫断烦恼 就是当你有烦恼来的时候 你把它能够断开 破无名 就是能够把自己的无名习气甩掉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装懂 或者很多自己从前世带来的恶习 也可以称作为无名 师父这句话绕来绕去给你们讲 实际上就教你们得一个根本智 就是要得到根本的智慧在人间 般若智慧能够断烦恼 智慧和般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人间的智慧能够升华到断烦恼 破无名 比如说这个孩子特别聪明 如果读书不单聪明 而且知道为谁学 为了什么学 学了之后怎么样 他什么都知道 这孩子就是前者 有智慧 人要有智慧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后者要达到菩萨的智慧 那就叫般若 第三 根本智就是般若智慧 本段摘自于师父白华佛法第三册第八篇 开启根本智 破无名烦恼 今天给大家讲根本智 一个人要从根本上来挖掘他的智慧 叫根本智 根本智就是般若智慧 因为只有自己知道 完全挖掘了自己最深处的智慧没有 那是菩萨的智慧 你才能断无名烦恼 烦恼是什么 菩萨说 烦恼即菩提 你只有用你的智慧来化解烦恼之后 烦恼就成为菩提了 第四 学佛要脱离人的境界 用佛菩萨的智慧 才能解脱人间的烦恼 本段摘自于师父的综述节目 2017年11月3日 30日 台长开示 学佛做人 学佛为人 学佛要脱离人 境界要上升到菩萨 人不能被人所困 只有依靠菩萨和佛的智慧 才能解脱人间的苦恼和人间的烦恼 苦恼和烦恼是不一样的 烦恼是初级的 苦恼已经到终极阶段了 已经是苦了 尝到果了 烦恼是刚刚开始 如果在烦恼阶段 就能把那些业障克服 念经念掉 然后自己想得通 好好的念经 可能你就没有苦恼了 只有烦恼 烦恼来了 要用般若智慧 用菩萨的智慧 用菩提的智慧 所以烦恼即菩提 烦恼来了 不要怕 有智慧的人 什么都能解决 没有智慧的人 什么都解决不了 好 第五部分呢 就是佛言佛语债路 单纯的记忆 在这里呢 也请大家能够 每天能够 多看几遍 这个佛言佛语债路 那么通过多看多读 把它记在我们的八十天中 如果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就很快地用上了 这些呢 佛言佛语呢 就是般若智慧 把智慧用在生活当中呢 就是转时成智 遇到困难 烦恼 你都能够解决 想得通 看得明白 第一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如履薄冰 话不能乱讲 事不能乱做 要懂得用自己的智慧 来衡量自己所做的行为 不是你要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第二 真正的菩萨化身或使者 都是用佛法来救人 以慈悲为怀 而且身上一定有护法神 第三 只要是正的东西 就会受到推广和接受 只要是正的东西 菩萨都会保佑 第四 修行一定要懂得正见 正信 正思维 正念 正定 从中一定能得般若智慧 接下来呢 第六部分 就是互动答题 都是摘自于文本中的内容 既简短呢 又便于记忆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几句话呢 就是我们刚才重复了好几遍的 这个都是所要强调的 希望大家一定要抽空呢 花时间来记忆一下 第一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 怎么样 话不能乱讲 事不能乱做 要懂得用自己的什么 来衡量自己所做的行为 不是你要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第二 所以真正的菩萨 或使者 都是用佛法来救人 以慈悲为怀 而且身上一定有什么 第三 只要是什么的东西 就会受到推广和接受 只要是什么的东西 菩萨都会保佑 记住 修行一定要懂得正见 正信 正思维 正念 正定 从中一定能得到什么 那么在这期间呢 也跟大家说过 八正道 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待的 回忆一下 记忆住 好 各位佛友 我们接下来呢 进行最后一部分 总结本次 学习重点 都是不做个人的分享 也是照着师傅的文字 来念给大家 第一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第二 修行一定要懂得正见 正信 正思维 正念 正定 从中一定能得般若智慧 师父在白花佛法 开释视频 观法无我不落因果中 开释 所以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 不要给别人去骂 你是个自私的人 你是一个嫉妒的人 你是一个很肮脏的人 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 要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要自利利他 要帮助别人 要觉悟有情 也就是说 让别人能够明白 激发别人的感情 启发众生的善根 以让很多人 能够有善良的心 说善良的话 动善良的智慧 你就会让他远离痛苦 和虚妄烦恼 一个人每天 很充实地活在世界上 学会帮助别人 去救度众生 他每一天 都没有活在虚妄当中 而是活在了实实在在 在寻找自己未来的佛道上 这就是苦极灭道的道 我们要找到它 我们要弃悟 这个佛法真正的佛道 因为佛道 就是让我们要懂得 有一颗佛心 在自己的内心 常住不灭 那才叫我们真正的本性和良心 第二 修行一定要懂得正见 正信 正思维 正念 正定 从中一定能得般若智慧 师父在八华佛法 开始是凭 正悟空性 照见五蕴 当中开始 你今天放不下 你脱离不了 人道的六道轮回 所以你的境界 永远不能提升到正信正念 你说正信正念跟智慧有什么区别 你有正信正念的人 你怎么会没智慧 你这个正的念头都没有 我坚信这是一条正道 你连正的这种信念和正的那种念头都没有 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菩萨的般若智慧 心意识参 就是修到最后 连你的内心的意识都没了 你来参悟佛法 那你就是空性了 参悟了 这些都是佛法的妙用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些 我们就慢慢的会懂得管住自己的六根 他仍在百化佛法开示视频中 远离六贼拥有禅定的开示 人要真正去掉自己身上的六贼 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千万不要闻到好的就想去要 眼睛看到美好的东西就想去夺 耳朵喜欢听好话 舌头喜欢吃好的 身体喜欢睡柔软的 等等的一切 包括你的意念会去伤害别人 或者让自己受到伤害 这都是六贼之中的 这些杂念会让你修心 引入歧途 让你的思维变成偏差 我们学佛人一定要克服这些偏差 每一天活在正能量当中 我们说好话 说正事 不打妄语 我们就好好地做自己的人 让别人能够来了解你 你也能够了解别人 你就能够换位思考 你就能用菩萨的智慧 来解决彼此之间 人间的烦恼 这就叫般若 好各位佛友 我们今天的空中课堂 白话佛法的分享呢 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学佛精进 法洗充满平安快乐 再一次温馨地提醒大家 一定要多做笔记 课后呢 要多复习 四五六七 好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台长师父 感恩各位佛友 共同学习白话佛法 请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加持我们能够断凡尘思维 破迷开悟 理解佛法的真实含义 超凡成胜